如果要統計那個路接到它的全時名 所以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一樣按確定之後的話 再來的話同樣的動作 路接到拖到列 不過你會發現很多資料有點錯誤的 會出現 不過暫時不管它 路接到再拖到尺 數量都出來了 但是呢 其實我們重點 你可以把它感受向下吧 感受向下它會 有沒有到540 所以路接到大概分析下來大概有500多條 太多了 所以其實我們不要那麼多 我只要留下前十名就好 可是我要怎麼只留下前十名 第一 請你做排序 排序記得郵表一定要放B4 然後資料 Z到A 馬上就會不一樣了 有沒有 最多的 所以其實應該理論上我就留下這些 OK 然後它底下其實也滿重要 不過暫時我們可能指向 要知道前十名就好 其他暫時忽略不計 好 可是問題來了 排序完之後 它一樣是500多條 可是我只要前十個留下來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這好像我前面有做類似的吧 有一個叫前十項還記得吧 有沒有這邊點一下 還是列標籤右邊的這個機關 找到直篩選前十項 有沒有發現 預設就死了 不過當然不是只能死板板的 你如果改成五的話就前五名 預設就死我們就死按確定 好 馬上就會知道 原來欠案件最多的就是這十條路上 你看也不意外 第一名中山北路 OK 然後 第二名是宗孝東路 第三名南京 不過這都因為它的 這路比較長 OK 應該人口也比較多 也比較主要幹道 OK 然後還有什麼呢 離我們最近好像是羅斯福 羅斯福路 還好沒有和平東路 和平東路其實 如果和平東路在 在篩選二十 前二十 不知道 和平東路應該 有沒有 和平東路有 和平東路 它的位置是 是比較二十 十九 十八 十六 OK 所以 如果你二十名裡面其實也有和平東路 所以和平東路其實切爛件也不算少數 那我們只要前十就好了 我們不要那麼貪心 十個就可以了 先把它改成十 好 接下來的話呢 乾脆就畫直條圖 所以最後的話 我們就是在 一樣 樞紐分析 表分析 分析图 那我们用最基本的支条图 按确定 然后这边的话 一样给个标题 那这边的话 实际上我们就是把 这个改一下 这个叫 叫什么 叫入接道 好 这样子 一样把字稍微改一下 字稍微改成红色 不一定要红色 你可以自己改成其他颜色都没关系 然后这边的话把图例就拿掉 格线 这样的话基本上我们就三个图 那最后记得 再把这个标题名称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贴到那个 这个底下 把它贴上 Enter 好 这样子 今天的那个 这个好像底下这个资料太多了 不然干脆把这个 切到点位资讯 后面这边 这个明天太长了 干脆把它缩小一下 然后看起来顺 好 这一 我们就是历年切到折线图 二的话就是各区比例图 三的话就是 入街道的前十名字撩图 然后通过这个分析 其实我们本来有一些讯息不太确定的 那其实根据 政府揭露的这个开放资料 其实我们可以比较客观的知道 所以得到了结论 所以你其中报告你可以画出来说 再跟我写一个结论 跟你原来预想的一步一样 你可能猜想 我可能觉得最近的治安应该会越来越差 或者说我觉得这个柯P他 新手上路 这个政治素人 所以应该不太可能会更好 就没想到治安好像有变得比较好 所以得到什么结论呢 人还是要很认真 所以他每天七点 他每天七点上班 他好像六点多就出门 然后到十点还没下班 所以人还是真的要很认真 每天很认真 事情就做得比较好 是这样意思吗 好啦 这是我举例啦 所以将来也许你可以从图里面看图 把结果你可以评论一下 我觉得你至少评论会比较客观 而不是说你是凭空的评论 我觉得会比较有说服力啦 我觉得OK 好啦 那剩下的时间 就给各位把这三个图完成 并且把这个作业绞交 记得绞交的时候 干脆你另存心挡 直接就把它存存起用去 你先要记得 不要存成CSV 存成CSV你刚刚做的 全部都会消失 因为CSV 只会存第1个工作表 其他工作表 都会消失 OK 注意一下 然后 把这个把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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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